其實是很感恩的 因為有一段時間在時供上 有很多人走著 其實程序上出了問題 很生氣 教會的時供很繁盛 自從教師會有按手之後 其實我得到失望 聖靈充滿 好期落 好期落 現時在教會的時供很輕鬆 因為不同了 聖靈將我的內心 核心的信念轉化 雖然事情一樣 但完全不同了 好期落 好期落 盼望繼續在時供中 祝福很多人 都花了四 我覺得我學到的是 我再不是去避免師傅 而是可以學習到這個師傅 在心門上的處理很好 我學了聖靈充得成 當時供的時候 和義母師一起去深圳的時供 和病時供的時候 親眼看見神 怎樣親眼看見神 怎樣親眼看見神 原來與時供呢 我昨天說明 你怎能聽到神 見到神低 你是肯去避免神的時候 去人的時候 你是 我是一個器皿 我真是 很真實 很多很多 就算我沒有想像 繼續想學 其實我都是繼續去捉人 神真的要使用我 祂會告訴我 我身邊的聖靈充有事 我又會找到 我就會打電話給祂 他真的有事 我會去學習他們 教我的婚姻輔導 我都會學 都用他使用 好竟然就是 一對夫婦 明明是分手 明明是接殺 神一有透過 祝福我們的瓶頭 心裡得意那一面 他們兩個和好 生殺病都和好 歡福 這種根是真是 親眼看見神的作為 還有 很要純福 神你叫你 你叫他走 很猶豫 是否真的跟我說 你還要去 每一次有很多見證 剛才我剛剛講自殺 你打給我 即是很誠實 我打給祂 我剛剛講自殺 真的很多很多真實的事 很實在 我沒有理想堂 是不夠飽的 但是為什麼我不來呢 因為我教會的時間很多 我不思考放棄 但是真的不夠飽 我會再來 我想我從第一天來 直到現在 足足兩年 我的經歷都很大 最初的時候 是因為我事奉裡 覺得是有困倦 但是當我去祈禱福士 教導輕鬆失勝的時候 我又掌握了一些竅門 原來有些事情是因為 我的心境 看法和態度 會影響到我在事奉裡 為什麼這麼乏力 當我調整了之後 我發覺在兩年裡 我的內在的生命 是調節了 再加上 調節完之後 不只是為自己 還有一個空間 可以為神做更多的事 所以有時候 之前我覺得 事奉已經很忙 怎麼會有時間 還可以為人祈禱呢 有時候 早點回去的時候 能夠學 怎麼去服侍人的時候 如果經歷神的神跡 歧視 趕邪靈 很多事情是輔導 其實是自己不懂的 但是透過這樣去積極 好體會到上帝 你給一杯涼水 你身邊每一個人的時候 神就起於我們所作的功 而我們所做的 回應到主的時候 我們內俗的生命 原來越來越像耶穌那種的 溫柔信復 那種的特質 會慢慢在我們裡面生長 突然間會感覺到 有很多的包容和體量 在自己的生命裡面 去反覆思量 這個在我兩年裡面 所維持的堅持是沒錯的 因為有耶穌斯那種慈父的心 去包容我們 牧養我們的時候 我們慢慢的包容 好像自自然而飽足了 不是金錢的問題 而是在你的生命裡面 那種靈裡面的接觸 是擴闊了我自己眼的空間 因為我認清了 上帝給我的生命的計劃 以至我能夠走上去的時候 是歡歡喜地施奉祂 是 以前在生命堂的時候 都按手為我祈禱 都經歷過聖靈 但是 持續都沒有用過 是他幫你按手祈禱才會有 然後沒有用過 但是又沒有回很多年教會 之後又回到教會 然後又覺得自己的生命 好像停滯了 結果 因為我們教會 有一部分人都去過 葉牧仙 就是這裡 參加了很多次 那我就來了這裡 我就不想自己的生命 在停滯 我想 向前 向耶穌向前 想做到多少多少 就是 將自己的生命 給主 用多少用多少 用多少 就是用這個目標 就是這樣 現在也是這樣 所以現在 就是我平時 就是 就算他自己一個人 祈禱也好 靜拜也好 都會 就是 有神同在 好 就是輕散 很難 有神 神奇 神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